明天要给一些老外买液体炸弹 可是现在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钱我不想付 或我又想要 怎么办 面对老大的质问 手下直直无 说不出半句有用的 下一秒他就结结实实 挨了老大两巴掌 随后 老大又去问另一名手下 手下不知道如何作答 便随口胡说了几句 这直接激怒了老大 飞起一脚将手下踹下楼 好在这个酷似李连杰的小弟 死死拉住了手下 这个答案老大还算满意 一脚将手下提了上来 接着追问小弟计划的细节 可即便这样 老大依旧觉得计划不够周密 直到这一刻 老大终于满意 决定就让这个小弟来被炸弹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小弟其实是警方派来的卧底 小弟名叫龚伟 虽说是卧底 却比普通的卧底更加隐秘 就连最亲近的家人 都不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这天 一家三口走在路上 突然被一伙警察截住 接着龚伟就被带走 这幅场景 在不知情的邻居们眼中 就是龚伟犯罪被警察逮捕 可事实上 警方只是想给他派罚新的任务 最近他们盯上了一个叫辅光的罪犯 还故意抓了他身边一个叫黑哥的小弟 这次叫龚伟来 就是让他带着黑哥逃狱 之后接近辅光 给警方提供消息 不想再做卧底了 局长告诉龚伟 完成之后龚伟就能回到正式编制 听了这话 龚伟只好答应下来 很快 龚伟就在警方的安排下 和黑哥住进同一间牢房 龚伟刻意闹事 并在狱警过来查看时突然袭击 一路打出监狱 黑哥就紧紧跟在龚伟身后 不过 因为放心不下家里 龚伟临行之前 还是回家看了一眼 还给儿子留下几句话 我走离后 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 离开家之后 龚伟跟着黑哥来到香港 因为龚伟先前救过他 他就极力的报答龚伟 还把他拉到老大 辅光的手底下做事 最近 辅光刚好要做件大事 他想从一伙外国军火商那里 黑池黑抢一批货 需要众人集思广义 这才有了开头龚伟提计划的事 第二天 所有人按照计划实施 辅光独自带着钱去和卖家交涉 不出他所料 对方的人全都带了枪械 在劝辅光的箱子里 确实有钱是 黑哥也顺利拿到了货品 紧接着 辅光便指示手下开始行动 他们戴上头套 一路横冲直撞闯进大楼 麦家见状想要逃跑 但龚伟一枪便打掉了他手里的箱子 在顺利拿到钱箱以后 龚伟一行人便被对方的后备军拦住 可龚伟丝毫不慌 因为他身上已经绑满了炸弹 龚伟威胁对方将枪丢进水池 麦家也只能乖乖听从安排 这时 一名警察路过这里 想对龚伟出手 幸亏旁边的女人及时提醒 龚伟才没让炸弹爆炸 之后他将麦家禁输解决 枪战结束以后 警察姗姗来迟 辅光取走庄前的皮箱 跟人群一起撤离大楼 这时 刚才帮忙的女人突然出手 将辅光的手下制服 原来他竟是警队督查方姐 龚伟挟持了与方姐同行的刑警 逼着他退出大楼 可方姐私利再三 还是开车闯进大楼 龚伟果断跳进车里 两人一路向前急驰 却走进一条死路 身后就是穷追不舍的警察 龚伟只能选择下车 在将警车打爆以后 他跳到旁边电线杆上想要脱身 方姐见状追了上去 却差点摔成肉泥 好在龚伟眼疾手快拽住方姐 将他牢牢捆在了电线杆上 等被救下来以后 方姐一直回想这件事 明明龚伟只需要看着他死 为什么还要救他 此时 他开始对龚伟的动机产生怀疑 好在路人提供给警方一张照片 但在香港却查不到龚伟 于是方姐便决定去大陆一探究竟 可龚伟的上司 却不打算把卧底的事告诉方姐 另一边 龚伟的儿子小姑 正和朋友一起抓蚂蚁 这时有几个小孩过来找他的麻烦 资料被孩子网捡了起来 一看里面的内容 顿时炸开了锅 原来那竟是父亲龚伟的通缉令 见小姑被人欺负 作为朋友的小胖冲上前 撕毁了那张通缉令 在小姑被人砸石头时 也挡在他的身前 信号传达室的工作人员过来 并告诉小姑 传达是有他的电话 那正是龚伟偷偷打来的 从小姑这里 龚伟得知妻子因为没钱治病 现在已经卧病在床 他虽然很想回家看看 但龚伟缠身只能暂且忍耐 避免家里真的有什么急事 龚伟在挂电话之前 给小姑留下了他的传呼机号码 嘱咐小姑好好照顾母亲 回去以后 小姑看到自己辛苦抓的蚂蚁 全被那群坏孩子冲走 这时小姑再也忍不下去 在将这群小孩教学一顿以后 龚伟威胁他们以后不准再说父亲的坏话 等到放学领响 龚伟像往常一样走路回家 却没注意到身后方姐悄悄跟了上来 原来她从上司那里 听说龚伟在北京还有妻儿 虽想去她家里查查龚伟的身份 可在进门以后 方姐才发现龚伟家的条件竟然这么差 方姐也不忍心告知她的来意 只说自己是受龚伟所托 来给母子俩送钱接紧 你跟小姑她爸爸是合伙卖A的 这时 小姑端着用蚂蚁做成的药 递到母亲手里 接着她掏出一封信 说是父亲寄过来的 但其实 这封信只是小姑为了让母亲放宽心 自己捏造的 殊不知龚太太早就看穿了这个善意的谎言 这下方姐更不忍心说出实情 只能暂且住下 等待时机 半夜 龚太太单独找到方姐 其实从她第一眼见到方姐 就知道她其实是香港警察 所以她想找方姐问个清楚 人都传说她干了一些非法的勾当 但是她看得出 方姐是个好心人 于是 龚太太将方姐的钱退了回去 同时恳求她 帮忙照顾小姑一段时间 方姐信守承诺 在这段时间每天陪着小姑 小姑也终于不像之前一样沉闷 可因为长时间没有看医生 龚太太的病更加严重 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无力回天了 临死之前 她嘱咐小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还将一封信交给方姐 求她帮忙送给丈夫 我答应 得到满意的答复 龚太太从此闭上了眼睛 而董事的龚姑没有大哭大闹 只求方姐带她一起回香港 在处理完龚太太的后事以后 小姑便和方姐准备出发 也是在这时 方姐从一个笔记本中 找到了龚伟和警察局局长的合影 方姐顿时便明白 龚伟可能是大陆这边派出去的卧底 之后她带着小姑来到码头 但因为小姑没有证件 她只能托人帮忙偷渡 哪知对方竟开起玩笑 说小姑是方姐的私生子 我爸叫龚伟 我妈叫李夏 只是没想到 码头上还有辅光手下的人 当即给辅光打去电话 于是辅光下令 把龚姑和方姐抓回香港 很快 码头上的人就开始对方姐动手 好在方姐身手利落 再加上小姑也不是吃醋的 很快就从混混们手中挣脱 两人一同联手 将码头上的混混尽数打跑 之后方姐便找了一艘快艇 自己开船载着小姑出海 可他们没有料到 小姑刚刚来到香港 行踪就被媒体套路了出去 原来是方姐的上司 为了引出龚伟才故意为之 没过多久 看到新闻的龚伟 就给小姑打来电话 早在之前她就通过传呼机 得知了妻子的死绪 现在她更加担心儿子 所以向黑哥要来车钥匙 准备去方姐家找小姑见面 另一边 小姑也从电视新闻上 知道自己的行踪被暴露 再加上门外围满公安 她还以为是方姐出卖了她 所以偷偷跑出房门 等方姐回家时 早已看不见小姑的身影 此时 龚伟悄悄溜进屋里 但同一时间 小姑给她发来消息提醒 让她赶紧离开方姐家 船轮机的提示音惊动了方姐 两人很快便打在一起 方姐一边出手 一边指责龚伟只顾着工作 却疏忽家庭 突然 门外响起撬门声 龚伟反应很快 马上就从窗户逃走 等警察闯进来时 已经来不及了 回去的路上 她取出妻子临终前的信 原来在刚才的打斗中 方姐已经悄悄把信交给了她 而在大街上 小姑从方姐家跑出来之后 被复光发现 她谎称自己是龚伟的朋友 把小姑带了回去 即便是吃饭的时候 也时刻盯着小姑 不过在拆开饭盒时 小姑发现了坏人两个字 原来是黑哥担心她被骗 好心提醒她 此时 龚伟从外面回来 看到儿子在这儿 她虽然惊讶 却还是不懂声色 假装不认识小姑 龚伟 是不是你儿子 姓龚的就是我儿子 辅光转头问小姑的爸爸 是不是警察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这句话激怒了辅光 她按住小姑的头 直接击碎了玻璃桌 眼看小姑就快被辅光 活活打死 龚伟果断出手 接过了这个任务 你得现在开始吧 找我爸爸告诉她 把所有的坏人 全部铲除 话音刚落 龚伟便要住小姑的咽喉 小姑头一弯 便没了气息 辅光叫手下把尸体扔到垃圾站 随后带着兄弟们去酒吧庆祝 也是在这段时间 龚伟找了个机会 给方姐留下录音 托她去垃圾站救小姑 等酒局结束以后 龚伟装罪提前和辅光分开 之后她独自来到垃圾站 确认小姑的安全 可下一秒 辅光就赶到现场 没想到你是公安 话音刚落 垃圾站中就跳出几个人 对着龚伟一通乱看 但辅光并不想就这样杀掉龚伟 他开枪打中一名小弟 阻止几人的争斗 之后亲自上场和龚伟交战 但辅光并不是龚伟的对手 便叫小弟开车撞死龚伟 小弟一眼开来一辆火车 眼看车就要撞过来 龚伟紧紧抓住辅光 为了活命 辅光也只能暂时躲避 挂在车底被一路拖行 龚伟则攀在车头动弹不得 就在千军一发之间 方姐及时赶到 他飞身跳进车内 拉上龚伟两人一同逃了出去 被方姐救下的龚伟 一连昏迷了好几天 醒来后一直是有方姐照看着 而此时的小姑 则被黑哥救了下来 看小姑担心龚伟 他便安慰小姑 之后会更努力地帮他联系龚伟 另一边 辅光正在开展新的计划 上次他抢来的那批液体炸弹 实际是用于抢劫一艘轮渡 这里即将开展一场拍卖会 到时候会有很多富商带现金过来 船上的钱会是天文数字 辅光便想在这里捞上一笔 于是在计划开始之前 他嘱咐手下都去穿上正装 之后到老地方会合 趁着这段时间 黑哥偷偷去找小姑 因为等一下辅光就要接近这里 所以他想提前带着小姑逃跑 却没想到 外面竟有辅光的眼线 等他们准备离开时 辅光已经来到了码头 你到水里面去躲一躲 没有我命令 你千万不能下来啊 很快 辅光就闯进了轮堵中 质问黑哥小姑的下落 我做了一辈子狗 我现在做人了 紧接着 船上出现两声枪响 水下的小姑看见辅光带人离开 也是在这时 黑哥跳进水中迎接的 可他周围却满失血迹 等两人回到船上 黑哥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把自己仅剩的财产 以及手机全都交给小姑 让他早点找到拱尾团聚 等黑哥咽起之后 小姑偷偷上了辅光所在的轮堵 并打电话给拱尾 收到小姑的消息之后 拱尾马上给他回了电话 之后出发去找小姑 而这通电话也通过电话录音 被方姐听到 而此时的辅光正在通过监控 指示小弟给游轮装炸弹 一共六枚炸弹 辅光全都用上 发现这件事之后 小姑便趁辅光离开以后 解决了守在船上的小弟 之后通过监控 看到拱尾正在船上 于是给他发去简讯 指示他炸弹的位置 拱尾把戒指掰着 将炸弹一一拆除 就这样 在小姑的协助下 拱尾将船上的炸弹拆了大半 可这时小姑的抠肌已经没电了 没法给拱尾提示 但船上的炸弹还剩下两个 就在拍卖场附近 此时拍卖会已经开始 宾客们竞价激烈 就在拍卖原落锤之前 辅光突然出现 就凭我 已经在这里放满了炸弹 听到这个消息 宾客们乱成一锅粥 却都被手下拦在了房间里 这时拱尾及时出手 一连放倒了几个手下 又是你 拱尾告诉辅光 他已经把船上的炸弹全都拆除 辅光自然不信 可一连按了几个爆破键 全都没有响应 他便信以为真 把遥控器扔在地上 此时小弟们一拥而上 但他们根本不是拱尾的对手 就连辅光身边的两个 也都被他瞬间秒杀 现在只剩下辅光和拱尾 一对一苏漏 然而身手相当 打得难舍难分 一个月才几百块 你玩什么命啊 辅光将外套耍得行人流水 接连几档瞬间 就让拱尾落入下风 这时两名小弟已经恢复过来 他们和辅光联手 一同对付拱尾 因为攻势太猛 拱尾只能退到脚手架上 这时小弟将文物里的宝剑 递给辅光 辅光趁机砍断悬挂的盾牌 好在拱尾闪身躲过 但他还是被倒下来的盾牌 扣在了下面 就在辅光准备补刀时 小姑及时赶到 用灭火器喷向辅光 随后救下拱尾 你们父子俩 真的不怕死啊 父子俩一同联手 瞬间占了上风 将小弟们牢牢锁住 但辅光突然出手 向小姑进攻 又让两人逃了出来 拱尾将绳子缠在小姑身上 父子齐心将辅光打得连连败退 辅光见状 只能暂且撤退 但拱尾和小姑很快追了上去 这时 一名小弟也冲过来 和小姑缠斗在一起 在拱尾救他的同时 辅光随手按下炸弹爆破剑 将附近的炸弹引爆 危机关头 方姐突然出现 开枪击中辅光 但辅光为了保命 果断挟持小姑做人质 方姐见状也只能放下手里的枪 但很快就被拱尾抢了过来 拱尾 拱尾对着辅光的小腿开了一枪 接着开枪将他送走 这时的小姑已经没了呼吸 方姐赶紧带着两人往直升飞机干 可没想到 辅光竟然还没有死 他开启最后一枚炸弹 接着把拱尾父子俩拉了下来 见此情景 方姐只能带着小姑先走 眼看炸弹就要爆炸 拱尾咬牙将辅光踢开 随着一声巨响 炸弹爆炸 好在拱尾跳进海里 并没受什么伤 上岸以后 他第一时间赶往小姑那里 经过医生的诊断 小姑已经无力回天 但没想到 小姑突然咳嗽起来 因为长期练习必弃功 所以小姑顺利活了下来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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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